不意外 好好好 最明白 這是命運的強 431 431啊 坦白說我會覺得 這一次蔡英文 有一點是背黑鍋欸 因為這個案子 也不是他提的 這個案子是上個禮拜 在中常會 吳思瑤中常委提的 吳思瑤提了就是說 那個時辰要不要提前 然後蔡其昌就附後說 對 因為有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其實心裡面都很急 好 然後呢 他們就 黨中央就擬了一個提案 然後所以下一個禮拜 的中常會就通過了 那至於 黃永漢講說 那你弄了一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先去跟 任何有可能要選 誰 如果我今天拜訪了你 我沒有拜訪他 那我不是更早 你拜訪蘇貞昌沒有拜訪 尤其昌對嗎 那還得了 那 事實上那個狀況是狀況 因為中常委 向庭就是 尤其昌就是 所以他們在中常會 也都知道這件事情 也沒有表達反對 那蘇貞昌不是中常委 那可是蘇貞昌有子弟兵 在中常會 當中常委 那所以蘇貞昌要完全說 吳鼎位還是林奇啊 蔡憲號 蔡憲號 所以蘇貞昌要完全覺得 這件事情他是被表了 我是覺得有一點 沒那麼嚴重 那第二個層次是 賴清德的部分 賴清德 大家都 很多人 他自己也知道啦 有那麼多的知責 都想要他選啦 你說他有沒有起心動力 我判斷是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他早會把話講決 可是他沒有把話講決 但是他既然講了不領表 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 接著問說 那你的子弟兵 有沒有要去幫你領 那孤老有沒有要去幫你領 如果有別人幫你領的話 那是不是就順水了 我會覺得賴清德過去的表現 其實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愛表演的人 就是他不是那麼花俏的 他講了就是講了 不管好或不好 他就是會這樣子做下去 譬如說他去抵制李璇教 很多人也覺得 你這樣子不服法治 可是他就是做了 他就不會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所以我會覺得他可能 千萬人如往矣 他可能有一些心動 可是到最後他的決定是 我不會領表 我沒有要參選 但是往後會不會有什麼 其他的變化 我覺得那個還得再看時事 他現在也 我覺得他也考慮到一點 如果他現在有任何的鬆口的話 他等於也幫朱立倫解套 因為他的狀況跟朱立倫是一樣 他如果現在一天跳出來 那朱立倫就徹底沒問題啦 就直接選就好啦 我覺得現在政治情勢瞬息萬變 進廣告 回來之後搞不好就變了 變喔 變喔 因為時期還沒講完喔 對 我還沒講完 然後就是說把這個 提名提前 初選時程提前 其實也沒有多提前 因為2008年的時候 你初選到大選 隔的是10個月 2012年隔的是9個多月 9個月 8、9個月那個時間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總統大選的時間 就跟立委合併嘛 就綁在一起 就變1月 所以就提前了一點啦 那所以這一次 會不會又是1月不知道 那所以那個距離 還是拉到大概10個月 你初選就必須要出來 2012年不是1月嗎 現在還沒有宣布決定 但是因為有可能在1月嘛 所以就要把那個時程 拉得差不多在10個月 初選到大選啦 我補一下 要不要合併這件事情 還是要看國民黨立委黨團 那 他要反對嗎 他們是有條件的 朱立倫是反對的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國民黨立委黨 上次做了一個問卷 就是問所有的 他們黨籍立委說 你到底是覺得總統跟立委 要合併還是不合併 很多人很難填 為什麼 就說國民黨的總統會有的是誰 我直接這麼講 如果是朱立倫的話 我當然要跟朱立倫合併投票嘛 氣勢比較強 萬一不是朱立倫 萬一是 白先生 萬一是紅白隊 不是 萬一是吳敦義 這個 那立委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拆開來投票比較好 然後再假設第三種 萬一 王正平王院長 有不同的想法 怎麼辦 所以國民黨現在的局也很亂 所以我們每一年的 這個總統選舉 要不要跟立委合併 每一年都會不一樣就對了 不行這樣啊 會因為他的需要 會不一樣 誰的需要 為什麼不是因為我們選民的需要 為什麼是立委的需要 因為永遠是立委在決定這件事情 永遠是政黨在決定這件事情 一般是說從人民的角度 希望說選舉盡量合併 減少這個社會的動員 減少這個國家資源的浪費 所以從2008年是分開的 2012年是合在一起 熟識合併 對 那合併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馬英九那時候氣勢很高 對不對 所以一黨一萬 今年是國民黨氣勢不好 所以一黨也希望分開 這很合邏輯 剛剛時期 我接時期剛剛講 2007年 2008年的初選就是3月5號 就前一年 2012的初選是前一年的3月21號 都是3月 今年提前到2月 因為今年的過年 潤月也比較後面 其實這前一國萬一國 實在是沒那麼重要 因為民進黨的官司長 去年大洋的官司長 也是大家都同意往前提前 佈局提前初選 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沒有先例 所以這不是問題 重點是說 你如果這個 軟的地方更軟的 就說你同意卡一個電話 說一下 如果改動主典的時候 專長的問題 專長的問題 所以後來大家說一下 或是大家為董 這會打拚 這不會有問題 而且不是大事前 不是說蔡英文跟姑先有吃飯嗎 他們最近有見了一次面 然後氣氛也都滿融洽的 但是當中 她有穿裙子嗎 沒有 蔡英文 很少穿裙子 她在脫會出圍的時候有穿過 所以姑先生每次 姑先生講的事情 我們都很難理解 她就很少 她幾乎沒有看過她穿裙子 就沒有人穿裙子 所以她講的就不是蔡英文 那沒問題的結案 不發明反正就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沒有穿裙子 有些男生看起來像穿裙子 就說是沒有魄力 他們在見面的時候 有一段對話是這樣子 姑先生有跟蔡英文說 他說選總統 民進黨其實要提早準備 那這樣子才會準備充分 因為其實就算民進黨的氣勢好 也不確定能夠穩贏 但是因為當總統很辛苦 都會被人家罵 那你一個小女生這樣子 被人家罵 她會心疼 你像一個小女生 就會 就是心裡面會覺得 就很感濃 對 就很心疼 那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是小孫女 小孫女 我覺得重點 她還是放在性別上面 就是可能孤老她 她的時代背景 一直沒有辦法 跟現在的觀念做結合吧 我們外界的人不太懂 我想很多觀眾 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請問孤老在貴黨的地位 是到什麼地位 也還好吧 你說坦白說 她有捐很多錢嗎 大老啦 又不行 不然她有實質影響力嗎 實質影響力是 她有實力 實質影響力只有阿別有 有發言詩 然後的大老 而且對黨來講有淵源的 對嘛 可是又怎麼樣呢 這個面子有大到什麼地步嗎 其實你仔細看嘛 蔡英文有跟顧先生見面 有沒有給她面子 有啦 可以了啦 可是顧先生對她的要求 蔡英文有答應嗎 沒有啊 沒有 所以嘛 所以蔡英文也是一樣 就是做面子給你 但是她有實質上 她要走的路 應該是這樣說嘛 應該心雕屢是這樣說 去年九合一贏了這麼多 就沒有什麼其他選想考慮了 這圈子大家都混久了 有政治現實的人都不會白目 有白白的人嗎 有白白的太發 在心中 一個小五秒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這一次這個事情 雖然大家明明嘎嘎有一點不高興 但事實上 也就斷了很多懸念了啦 你還有在想的人在勸的 就是蔡英文 好啦 我們再講一個啦 如果說不提前一個月 那個時程也跟往年一樣 就有人是蔡英文的對手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有一個但書 如果他們勸得動賴清德 如果賴清德可以被勸動了 那就不一樣了 現在是因為時間不夠 好啦 來啦 各位也都是政壇命理師嘛 我們用這個政壇命理師的預言方式好不好 來 民進黨 誰選 蔡英文 對 同俄競選對不對 過程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最後代表2016選 總統的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應該是蔡英文 現在當然是蔡英文 現在當然是蔡英文 現在是蔡英文 現在是蔡英文 讓大家稍微聊一下溝通一下 溝通一下不會有問題 郭先生說他保證賴清德一定會出來 他憑什麼保證 當然 我就說他 保證這兩個字 那樣在哪裡嗎 孤老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對 我們說我們是對他尊重 他也不可能每次都對 現在最後還是蔡市長 剛才實際說得很好 如果認識的人不是妹妹比較高的 他對做理會跟來的時候 他都就是這樣 有原則 很原則嘛 做異性人 他才會跟社會很尊重 他不是說 除了說說一些去華仲俱從的 不算嘛 那請教一下 董浩 那謝長廷還會出來選嗎 聽說 我覺得謝長廷不會出來選 聽說他選立委 立委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謝長廷 出來的時間沒有接觸 但我覺得以謝長廷的身分來講 我覺得他當立委有點小 我覺得他當立委變得有點小 我標當然不是立委 當然不是立委 當然是立院樓頭 當然是當長 他是天王級的人 但是這個 因為以後立法院的結構 就不一樣囉 是 水牛哥也要去啊 但是這一點 水牛哥 對啊 這一點你現在很難算 因為這個東西涉及到 到時候黨主席提名 是不是才跟上次一樣 因為這一屆的黨主席 有一個權力之一 就是有關不分區的排名 那立法院這一塊 你還要看 王金平對未來的變化會怎麼樣 為什麼講說 王金平會成為下個階段 觀察到重點 這一段時間以來 朱立倫也好 吳敦也好 兩個人常常去找王金平 那兩個人去找王金平 當然不會為了黨極案 當然不會為了黨極案嘛 對王金平王院長來講 有一個小麻煩 不是很大的麻煩 就是他的不分區立委身份 只綁到第三屆 那國民黨要處理也不難 但是對王金平王院長來講 就是我還要繼續當立委 甚至我可以這麼講 如果今天是王金平繼續當 當國民黨的部分去立委 那以謝長廷要挑戰王金平也很難 因為我們王院長這個萬應公 那個盤根錯綺的影響力 很難有力撼動得了他 你要怎麼投票要把他扳倒 萬應公啊 有求必應 你到三公里 一連老柯就到三公里 老柯要怎麼反他 上金下平大法師 我們柯總知道欠王金平欠不少 你要怎麼反嘛 好好好 你跟他爬下去 政敵出外部人情 所以你王金平在 國民黨裡面的部分區域已經滿了嘛 除非他再去回去 他一定會